兄弟们 茶杯头DRC 我们终于要打最后两个boss了 接下来就是挑战专家模式和无伤了 这个关卡是一个飞机关卡 我们不需要用什么子弹 直接打就完事了 这是个什么boss啊 这是头牛吗 这个阶段有两种攻击方式 一个是玩瓶子 会发射两条蛇一样的油状物 另一个是扔套锁 拉过来一个巨大的仙人掌 其实还是挺好躲的 就是这头牛一直钻来钻去挺烦的 这个阶段最难的还是鞭炮啊 它会扔出一个鞭炮 然后四分五裂 不想一句中招 还有一些飞鸟要及时地打钓 这画面有点混乱啊 鸟啊 两边都有鸟 这太过分了吧 防不胜防 兄弟们 现在到第二阶段了 它手里拿的是吸尘器嘛 露出本体了 是吸部牛仔风格的 这是喷出来的保险箱吗 这么富 看我直接给你来个大招 有点像香蕉炸弹 这个阶段满屏的弹幕攻击 一定要小心 特别是它现在吸东西的时候 后面会过来各种金币 这个吸尘器真的是太厉害了 如果给我的话 那不就发了 它吸完之后就会发射保险箱 就相当于散财了 太难了 兄弟们 最后一个阶段了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香肠 这光看香肠了 直接扫一条命 看我直接给你放个大 这血量有点多呀 我们还有两条命 应该没有问题啊 第三个阶段感觉还是挺简单的 主要是第二个阶段比较难啊 我觉得这个阶段 还是在上面放炮弹比较好 不得不说打得我都有点饿了 打过去了吗 怎么还有一个阶段呀 这次香肠更诱人啊 这是西部香肠吗 还有辣椒当佐料 正面不好强弓 我们还是在上面 用炮弹打他 我们这是发射的什么东西啊 看起来有点像樱桃啊 不是啊 这个阶段怎么这么多血啊 我受不了了 直接给它来个大 我就不信还死不了 还没死 完了 你不死我就死了 我坚持不住了 救命啊 我感觉这个阶段的血量最多了呀 完了 我坚持不住了 No Oh yeah 兄弟们剩两条面打过去可还行 这次的评分应该有个A吧 果然是A呀 OK就剩最后一个boss了 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最后一个boss是谁 没错 就是我们刚开始遇到的那个炎大厨 给大家看一下剧情 现在我们应该是把所有的材料都失一拳了 这个时候炎大厨已经不在了 而这里有个地窖 直接下到地窖里 然后揭露它的真面目 这次我们做个挑战吧 只用这个爆裂枪打败炎大厨 我觉得这个爆裂枪还是挺好用的 哦 出现了 炎大厨猙獰的面目 咱们去会会他 看看他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回来 爱管闲事的小鬼 应该说的茶杯头啊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那必须的呀 呃 变得这么快 不过已经晚了 神奇蟹品已经成为 我有史以来最棒的糕点 我记得上一个这样跟我说话的人 是恶魔 他已经没了 他的目的到底是啥呀 星际的宇宙神力 原来是这个呀 大长 我们现在是马克人呗 里面原来是可怜的茶杯头呀 这个炎大厨很嚣张呀 要拿我的杯子头来成甜点 就不怕我刺你一脸 来吧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炎大厨其实是一个成炎的瓶子 直接给拟人化了 这个炎大厨的攻击方式比较多样化 首先是到处乱飞的糖块 还是盐块 还有橙子 上面还有一团火 可以发射火苗 防不胜防啊 哎呀 这弹幕工艺太多了 主要还是背景太杂了 我们用这个爆裂枪的话 其实也不用瞄准 它就会自动打上去 还是很方便的 我们只需要躲起来就行了 来给你们看一个新大招 这个是肉盾大招 它可以帮你抵挡一次攻击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多了一条命啊 还是非常有用的 不对 不止一条命 我们有大招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一个boss可不只能打出一个大招 现在感觉弹幕工具有点多了呀 各种食材乱飞呀 到第二阶段了 炎大厨巨大化 它这是什么材质啊 还能变大 不是你居然能变这么大 一巴掌把我拍死得了 还费这些事干啥 这应该是四个胡椒粉瓶 打掉之后 它就会攻击炎大厨的鼻子 现在屏幕上到处都是不喝意儿吧 仍然有小火苗在天空中落下 一定要小心 我们的大招又好了 又可以多一条命了 这就浪费了 这个问题不大 我们还是三条命的 肯定能打过去 我现在已经熟悉它的攻击方式了 还是走不过去 还是两条命了 我有点慌啊 它的血量应该很多吧 我们还是主要打这个胡椒瓶子 然后让它们来攻击炎大厨 就是这个薄荷叶往下飞的时候 有点难处理啊 还有火苗 还有粉色的盐块 这个阶段打过去了吗 应该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吧 炎大厨被打烂了 它变成炎人 炎人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两个炎大厨在跳舞 这 有点变态啊 就飞来飞去吗 这也太简单了吧 只要没有弹幕攻击 咱们就很简单地走过去 应该不至于就这么简单吧 果然啊 开始放大招了 全舞变成龙卷风了 这是什么东西 好恐怖啊 有点小时候玩魂独罗的感觉了 我们的大招又好了 这个大招有了就放啊 不要吝啬 因为它也不是什么攻击 它只是给我们多一条命 有了这条命 我就有心心多了 这个粉色的心应该不能割挡吧 咱们还是不要尝试了 万一不能割挡就完蛋了 它能打 那肯定不能割挡 吓死我了 果然不能割挡啊 浪费我一条命 打过去了 兄弟们 DLC通关了 我感觉茶杯头这个DLC 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值得一玩 如果你不受残 不怕干的话 可以藏死一波 毕竟很多兄弟辞行我说 他们连输赛三兄弟都打不过去 我只想说 嘿嘿嘿 看看最后的评分 我觉得应该是个A吧 O A Nice 再给大家看看最后的剧情吧 茶杯头太惨了 茶杯头虽然得救了 但是 诶 换过来了 诶 果然还是这样 圣杯小姐仍然不是实体 它只能活在我们的护府里 接下来我就不解说了 大家仔细看吧 诶 好吧 最后他们三个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别走开 后面还有一个彩蛋 后面讲的是 严大厨的结局 咱们来看一下 他没有汉化 总的来说 就是严大厨被抓起来了 然后判了一个社区服务 然后给这些boss来服务 最后他又重建了 他的面包房 然后和所有人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那么本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挑战再见 拜拜 别忘了长按点赞 加关注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